他这个索菲亚最让我感到神奇的就是这个马路 你看拿砖头砌的 说实话拿砖头砌马路啊 我很少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建造 索菲亚是一个例外 而且这种砖头砌的马路 说白了 人是随便过的 硬过 没有红绿电 没有人行到 所以不太清楚 他这个为什么要砌成这样 这天马上就要黑了 我的这个相机 你看这个也是采光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好了 现在 哎呀 这边可能是平民窟 我也不太清楚 说实话有一些区域确实很脏很乱 然后你看那墙上都有一些涂鸦 我现在就是有 这个涂鸦这个问题 我一直没有搞动 就是在欧洲很多地方 这个都有涂鸦 墙上啊 地窖桥上啊等等 地窖桥我们可以理解 它是公共物品 它那个属于公共 而且那墙本身就没刷 所以我觉得随便涂 但是你看比如说这种楼 住宅小区住宅 你说人家小区住宅是人自己的楼啊 你在这瞎涂什么呀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种文化我非常不理解 新加坡当年不也是不让涂鸦吗 然后我跟美国大哥硬涂 硬涂怎么办结果 结果就是边形 公开那边就抽 当时美国总统都出面求景了 那不好使 只是说给你少抽两下 还是要抽 说白了 你这种东西就是个禁止啊 这个涂鸦我感觉是一种 尝试的一个非常恶心的东西 你涂的不好看 关键是 我们不反对艺术 但是我们反对是那种不好看的艺术 我们是为了装点城市 不能让城市变得更丑 那这些画 这些照片都挺好的 这些还可以算是艺术 哇 这是美女啊 三个美女 这晚上这边有人唱歌 我现在真是累了 真是累了 我回去又得把我的相机啊 这些包啥的全放进去 我就不带出来了 太沉了 找个板天坐会儿吧 这女的哥这干啥呢 我说跳水吗 她这是要跳水吗 怎么那边还有一个 这么好的建筑呢 大家看到了吗 那边还有一个好的建筑 我得自拍一下 自拍一下 自拍一下